歡迎回來我們看到這一次 柯文哲醫生的競選總幹事姚立民先生說 這一次已經算是勝券在握 他已經快樂的不得了 因為80萬票真的已經超過了陳水扁的水準 陳水扁市長在選舉的時候 最高得票也不過是68萬票 我們就帶您來看一下過去的數字 數字會說話 台北市的得票數選總統的關鍵在什麼呢 我們先看到馬英九跟林英元對決的那一次 馬總統也是馬前市長得到87萬票 他的得票率超過6成4非常非常的高 因此當時您還記得嗎 我們把時間倒回推的時候 馬團隊還說破百萬票 就要把當時的馬市長直接送到總統府了 所以羅淑蕾委員這兩天說 哎呀柯P民調這麼高可以選總統了有點酸 不過確實啊 大家都說在台北市裡頭 民調不管是高勝選 然後票數高的話 下一站就是總統府這樣沒有錯嘛 我可以告訴各位 他如果啦我說他這麼樂觀啦 破90萬 我打包票一定有人開始喊選總統選總統 一定是啊 他怎麼樣 然後就代表說這個模式work 然後這個模式work的話 民進黨變一化 徹底變一化 是 對不對 徹底變一化 那時候他出來的話 我一樣要求 我一樣要求這個模式啊 台北市長你們都可以加模式 為什麼總統不可以加模式 因為日營最難的就是台北市啊 那台北市都被這個模式可以打下來 那下一次就來嘛 就是柯P他用在野的名字 所謂聯盟的名字 跟小英來比 所以你認為你覺得民進黨不樂見柯文哲的勝選 就我不知道 民進黨內部自己弄 就我不知道 但是呢 我說如果真的像這個姚立民所講的 能夠衝破80萬票 下一個階段一定有人說選總統 然後第二個我要提一個東西 我認為已經有雜音出來了 這個雜音什麼意思 就是說他不需要喊80萬票 一方面萬立民要怎麼辦 萬立民會不會說反而替藍軍動員 然後把投票率衝高 像藍軍是冷得一塌糊塗 藍軍真的你去看 藍軍是冷得一塌糊塗 幾乎都不表態的 這些你把他喚醒了 欸 餵高餵高 醒來醒來對不對 他們擔心這個 所以現在開始 我們已經聞到那個味道 內部有人要鬥姚立民 是不是民進黨希望贏 但是不要贏得太多 因為如果超過一個超高的 阿扁的一個天花板 剛才嘉玉說的話 可能民進黨內部都會有點緊張 會不會這樣子啊 當然不會啦 其實對民進黨而言 其實我們過去所打下來的基礎 我想選民也是都有認同 那當然就是說 民進黨必須要調整自己的腳步 也就是說怎麼更符合社會的期待 那這次其實柯文哲在台北市參選 也是因為民進黨的支持 所以柯文哲的參選 還有這個契機 那我覺得未來其實 民進黨要怎麼去跟在野大聯盟配合 或是未來在選舉怎麼辦理講 這個其實是關鍵之所在 因為柯文哲說 他如果當選的話 不僅自己不加入政黨 他的一級局促首長全部都退出政道 柯文哲是希望 踩著民進黨爬到台北市長的位置 可是民進黨是希望踩在 柯文哲的肩膀上 取得2016 對 然後 在這一仗打垮國民黨 擊潰國民黨在台北市穩固的地盤 柯文哲如果當選不要說80萬票 就78萬票 76萬票都很高喔 他如果拿下台北市長 蔡英文如何自處 更不要講蔡英文了 陳菊呢 花媽本來是最大的最大咖的 花花不見了 然後賴神 賴神台南市的人口跟台北市 而且新科狀元 剛當選最新的民意 而且是首都跟柯文哲一比賴神就殉掉了 所以當如果他當選的時候 花媽賴神跟蔡英文 全部都靠後邊站 可是這邊有一個吊詭 就是說他只要一當選 當然立刻會有人 不管不用80萬票 其實75萬票都會有人要他 直接2016窮總統啦窮總統啦 用這一鼓作音就去了 這是有利柯文哲的 因為你看過去台北市長 兩個最大的明星 陳水扁跟馬英九 他們之所以能夠有高人氣 最高票的都是因為 他們的當時的總統 跟他們不同黨 所以那個 陳水扁選的時候 總統是李登輝是國民黨的 所以他是可以 用一種反叛的姿勢 然後馬英九那時候碰到的 總統是陳水扁 所以他當然能夠充足那種明星 可是之前你剛剛那個板子 在我們大家看一下 全部他的第一站 贏得的站起來都是台北市市長 對 然後接下來就是要總統府了 只要看他當一任兩任而已 所以我們必須要說 其實這一次呢 柯文哲醫師也有所謂的 一個在野的姿態啊 他真的是有很多記錄 可能要被打破 我們再來可以看一下 一份民調的資料 如果明天就投票日 不要舍九天之後 你會支持誰 我們看到柯文哲在11月8號 當下在這個辯論完之後 他得到的支持度呢 是46.9% 已經就是幾乎民進黨在台北市 得到最高紀錄了 再來連勝文的部分的話 30.2% 差16個百分點之多 那我們就要問了 其實為什麼剛才大家一直覺得說 這個柯文哲有可能得票數 會超過阿扁天花板 67萬 68萬票呢 是因為呢 一直覺得 所謂在野大聯盟 可以也吸到一些 所謂藍綠之間動有的票 我們就要看到現在好像說 投給柯文哲就是超越藍綠 這一句話在整個週末不斷的發酵 這樣子是不是對於選民來說 這種催票方式蠻有用的 董哥 對 他這個其實是蠻有用 他的 就是說像 民進黨的蔡英文 也不幫他站台 也最後 到最後一晚都不幫他站台 蔡英文說我沒有排這個行程 那可見他們就是一直撇開 但是其實大家知道 當然他背後有一個民進黨 大家看台灣的選舉 像賴委員是民國85年 當時國代開始從政 那一屆就是李登輝的民選總統第一次 所以他已經從政18年了 這18年來台灣的總統 這18年來台灣的總統 每一個人都當過台北市長 是啊 沒有一個例外 為什麼 因為台北市進可攻退可守 就是說所有媒體的焦點 那尤其像柯文哲這種 以言這麼獨特 言行這麼 有新聞賣點的 這種人那是媒體最喜歡的 每天報導他的 他 反正他講的 不管對或不對 媒體都喜歡寫 不過董哥你這麼講 那蔡英文還沒當過台北市長 沒有 他沒有 蔡英文什麼長都沒當過 明顯的什麼長都沒當過 那這樣子的話 柯P上的話 其實蔡英文壓力大了 柯文哲當了以後 當然媒體的焦點都在這 我過去跑阿扁當台北市長 所以我寫的新聞動不動 就是頭版頭條 我寫的東西 所有電視台都來抄 變身 那時候真的是扁神 阿扁是講什麼做什麼 那全部是媒體焦點 那沒有人要跑 為什麼 因為阿扁6點多就開始出來 從早上6點多 早上6點多 所以我是那樣跑的 那跑到晚上7點多 他回去 我去回報社寫稿 每天幾乎都是這樣 那這種人精力充沛 然後以言又有料 不管對或不對 柯文哲是 比阿扁還精力充沛 而且更有料的東西 是 不過我要問的就是投給柯文哲 真的就是超越藍綠嗎 因為最妙的就是 柯文哲醫生在那天的辯論裡頭 的一個經典之作 他如何解釋了自己說過是默綠 所以現在好像怎麼就變成說 他這個默綠不算數了 投給他就是超越藍綠 這個命題是真的嗎 賴委員 這樣子 我拉回來講一點 比較學舊的東西 如果他真的能夠去選總統 而且又選得上的話 所有全世界的政治學 教育書通通要改寫 因為所謂的民主政治 就是政黨政治 所以換言之 我認為他講那句話說 我不加入政黨 你看好了 假如他真的進去台北市政府 我保證旁邊有人 開始他的醞釀 成立一個叫柯P黨 要製成政黨 這個才真的超越藍綠 這裡面來講 不要忘了過去的新黨 過去的親民黨 都是講說 我們要弄一個超越藍綠 都是這樣的訴求 然後美國一樣過去也有這樣子 第三組的獨立候選人 也說要超越民主黨共和黨 如果他能夠成功 這個200年來 美國的民主發展史的一個所謂基礎 他的基礎 民主政治的基礎就是政黨政治 要促進改變 所以嘉瑜會不會有點擔心 因為柯P黨這幾個字 這兩天真的有聽到了 就是說如果他這麼厲害 可以超越來率 然後台灣的人都這麼討厭來率的話 那乾脆就第三條路線就出來了 那民進黨的空間呢 會不會有這種憂慮 其實現在其實就已經有公民組合的政黨 就范雲他所組成的 那跟柯P也是互相的配合 其實像我們這些民進黨或是柯P 或是這些超越藍綠的公民組合等等 其實大家在這次台北市長的選舉裡面 都是彼此的支持 那到底柯P當選台北市長之後 有沒有可能組政黨或是選總統 我覺得都想太多 因為剛剛教授說 如果這樣子柯P可以選上的話 那所有政治學都要改寫 我想就從這次的台北市長開始 就是一個考驗 就是說到底過去大家所認為的 台北市就是藍綠鐵板一塊基本盤 到底有沒有可能在這次突破 如果真的能夠突破 我覺得那就是代表說 有柯P黨你也會樂見其成嗎 那就代表說台北市已經真的有 超越藍綠的可能 我講的話他沒有聽清楚 我的意思是 他這樣子你看起來他叫超越藍綠 其實上綠的沒有啊 今天假如民進黨有歐選人 他會贏那就對 今天民進黨是全黨在挺他 民的暗人在挺柯P 所以基本上他是綠的啊 如假包萬綠的大綠 就是墨綠黨 這個是民進黨加一些其他的 加起來 那怎麼是在 他怎麼是超越藍綠呢 柯P正宜 柯P正宜也有藍的支持者嗎 所以這個時候他們綠包起來啦 不能說他是綠的 柯P正宜應該主要 台聯加民進黨 加一些忽藍忽綠的人啊 應該那個不是藍的人 而是忽藍忽綠 我想楊玉銘老師過去都是長期 他應該是忽藍的 但是我們要回顧他問說 是不是這個就是柯文哲醫師 他本來是想民進黨是 他可能要建民進黨的力量 可是回頭來看民進黨往下走的話 說不定還要看柯醫師 就是願不願意跟他們一起合作 因為柯醫師說 我可以吸納藍綠的話 我幹嘛甩你全綠啊 我這個空間更大不是嗎 可是為什麼我們會認為 柯文哲他是超越藍綠 我覺得我們好像被愚弄得很習慣 你覺得他不是嗎 我覺得我們 我們選民好像 人家怎麼講我們都怎麼信 對不起 一個長期長年參加凱達格蘭學校 陳水扁創造的 凱達格蘭學校的 學生畢業的 然後長期扁友會的 希望台灣成立共和國的 然後為了參加挺台獨的活動 然後撕身分證的人 對不起 請問各位觀眾 你告訴我 這樣的人到底是 是藍還是綠 還是橘還是紅 還是綠 到底是什麼 還是超越藍綠 我再強調一遍 我再強調一遍 今天綠的沒有派候選人 今天如果綠的派候選人 那他就對 他綠是包在裡面 所以沒有超越藍綠 第二個 他在辯論的時候講得很清楚 他說 他是先講 他說外面我們對女的 對器官 什麼之類的 因為有醫生 什麼之類的 過去的他就這樣 好像就 好像是致個歉 就過了 奇怪 他的過去可以這樣說 我們要看未來 為什麼連勝文 你抓了他過去 不看你認為的未來 所以嘉宇 基本上兩位來賓都認為 他是包著大綠 選民真的是厭俊這種所謂 非藍極綠 或是講自己是藍綠 因為柯文哲這次辯論一個很重要的說 他不是默綠 為什麼他說他不是默綠呢 因為他說 過去他講默綠 兩次 兩次是為了一次是趙建民的事情 他有曾經公開講過 他是默綠 但是是為了批評趙建民 第二次講他是默綠 是為了說連勝文的槍傷 他身為一個醫生 請問一下 必須正在講說他是默綠 大家才會相信說這個槍傷是真的 所以他說是為了社會和諧 我們是為了撕裂社會 那我覺得說 其實我們 這是過去他的裡面跟價值的選擇 我們其實不太需要去計較說 默綠這兩個字 就看他的行為 譬如說回去施身分證了 這個是什麼 不用講 這是一個台灣獨立建國的 908活動 對不對 你可以看他過去的所作所為 柯文哲 他的潛力挺扁當然是非常勝利的 他說陳水扁是被政治破壞 柯文哲說陳水扁是被政治破壞 不是被貪污抓進去的喔 他是被政治破壞 人民有辦法接受嗎 他過去講很多話 其實在媒體大家都很討好 就是說他講的東西 很容易來做標題 然後很有新聞性 以為他會用媒體語言 是 可是他講的東西是臭的啊 沒有人要去 就好像我在節目上講過 他說紅綠就被灌了八公升的水 可能嗎 可是沒有人去質疑啊 因為他是柯文哲講的 所以你看到喔 今天我們來討論一個人的本質 我們其實很慶幸有這場選舉 讓柯文哲 三十幾年來不談專華民國 他現在承認了 講專華民國的好 講華華剛類似 這就是我們現在認識的新的柯文哲 不過這個立剛我們看到 這一場選舉之所以有趣 就是一個號稱超越藍綠的人 但是不曉得到底是 自己是墨綠還是超越藍綠的 柯文哲醫生 現在引起了這麼多的討論 大轟動 對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19天後究竟會是什麼樣的結果呢 答案揭曉 什麼結果不知道 不過現在電影院 有一部電影叫星際效應 你有沒有看過 我看了三個小時的電影 看了那部戲 你有沒有發現到 人類可以穿越時空 你可以看到未來 還可以看到過去 不過這地球上 真的有人來自於2036年 他所說的話都一一成真了 我們休息一下來揭秘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